說起Hippies,在大眾的印象之中 就是一大群人頭髮長長 左手拿著V,右手拿著結他 男男女女,攬頭攬計 個個闊袍大袖,其妝二伏 露一輩的就會叫他們做廢青 正經一點的人就會說他們敗壞社會的風氣 但是是不是個個都了解什麼叫做真Hippies呢? 今天我們就交流一下,說一下什麼叫Hippies 大家好,歡迎來到格密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阿牧,在日常生活裡面 每一件物件都有他的故事 我每一期都會以不同的物件做主角 簡單地說一下他的歷史和冷知識 如果你想緊貼影片的更新,歡迎訂閱我們 要了解Hippies,首先就要說一下那一代的年輕人 60年代的年輕人被稱為Beats Generation 又叫做墮落的一代 這個Term最初是來自美國一個小說家 Jack提出的 簡單來說,Beats Generation 就是形容一班二戰之後出生的年輕人 他們沒有經歷過任何的戰爭 一出生就已經生活在一個經濟、政治、文學都在復甦的年代 所謂吃得飽、穿得暖 解決了物質的需要,那有什麼做呢? 那當然是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有人喜歡玩音樂,有人喜歡流浪修行 有人喜歡多人運動,總之我要自由 這個就是Beats Generation 60年代初期,美國東海岸的格林偉寺村 有一班Beats Generation,他們自己稱自己做Hipster 簡稱就是Hipster,即是文青的意思 而去到1965年9月6日 舊金山的一份報紙就首先用了Hippie這個字 來形容這班闊袍大袖的文青 漏漏漏漏的意象 後來New York Times的編輯 就將本英系形容詞的Hippie 改成名詞Hippies 專門用來形容這班年輕人 而當時他們的造型是怎樣的呢? 學會了,想把Hippies就繼續聽下去 首先說一下他的頭髮 頭髮長長當然了,而且鬍也要厚厚 因為他們不拘離於外表,而是心靈上的交流 所以最自然、最放鬆的狀態就是最好的了 有時他們都會戴頭筋 偶爾還會插花在上面做雙色 所以Hippies也有另一個名字叫Flower Children 因為他們相信花朵是自然帶給人類最美麗的禮物 另外,有些人會喜歡戴墨鏡 可能是因為很曬,他們經常在戶外開P 也可能是因為戴了Chill,他會比較Chill 也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自己猜 就是戴了Chill,可以完全不用跟人有眼神交流 這樣就可以更加活在自己的世界上了 至於衣著方面,最RAW的當然是不穿衣服 因為他們追求天人合一 跟大自然融為一體,就是最精神的狀態了 不過當然都不是個個都這麼RAW的 他們大部分都是穿衣服的 他們的衣服最大的特色就是鬼五馬龍 色彩鮮艷 因為他們喜歡花,所以也有很多花花的圖案 反戰Logo也會經常出現 而且有些人會自己紮艷整T 因為他們覺得我連衣服都要自己做 我是不會跟別人的牌子的 而說到下身的衣著,喇叭褲 他們就會跟回牌子了 因為喇叭褲在當代不是主流 而且是很便宜的 所以這個就另計了,可以買 好了,接著就說一下他們會物色什麼 究竟他們的物質又會是什麼顏色呢 簡單來說,Hippie身上的物色 等等,自己弄了自己 簡單來說,Hippie身上的物質 都要是非主流的 Pandora那些鞋鏈就不會帶 好笑喔,想起那些東西 通常他們都會帶一些佛珠 民族鏈,或是印第安的銀器等等 至於他們對物質是什麼顏色呢 是形形色色的 因為他們的鞋子主要是亮鞋 和Chelsea boots 所以就沒有說物質是什麼顏色 所以都是這襯 最後順帶一提,他們主要的造型 其實是跟波希米亞風有點相似 有很多人以為Hippies就是波希米亞 其實不是的 波希米亞的風格 其實更早於Hippies出現 有機會我們會講一集 記得訂閱我們吧 不單止食物要非主流 食物都要非主流 當時那群Hippies 他們連吃東西都不想跟回主流的快餐 而1960年,有一個叫做英澤宇一的人 他是一個飲食文化研究家 在他的著作裡面提倡了陰陽平衡的飲食方法 而這種反主流的飲食文化 就深受Hippies的喜愛 好野味啊 於是就跟他開始吃素了 以菊麥為主食 但這群Hippies很快就面對了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究竟他們要追求素食還是追求好吃呢 他們開頭都不在乎好不好吃 但長期吃些沒什麼味道的東西 喂大哥,怎麼辦 於是60至70年代之間 他們就開始研發一些新的素食食譜 推出了很多新的食物 例如是腰果奶油 或者是一些Good and Free的麵包等等 也奠定了今天某一些飲食文化的基礎 好了,講到這裡 大家都了解了很多 原Hippies究竟應該要吃些什麼 穿些什麼 我們就開始講重點了 究竟Hippies的精神是什麼 開頭我們講到Beat Generation 他們提倡自由,反主流 究竟他們做了些什麼呢 性解放 1967年的夏季 當時有10萬個青年 湧入舊金山的這個街口 他們彈琴淫屍,飲酒狂歡 大叫Make Love No War 不要做世界,要做愛 因為他們認為科技的進步 其實不代表是帶了好的生活給人 而且覺得科學是催生戰爭的一個因造 所以他們嚮往和平 發起了這個史無前例的活動 而他們是怎樣Make Love No War 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任何人 這個理念絕對是對於舊時代性壓抑的解放 而同性戀者的身份也慢慢被公開 也沒有那麼多歧視的目光 追求東方形而上學思想 因為反主流 所以當時上一輩的想法就是主流 所以Hippies會排斥一些西方的思想 例如在一些主流信仰或是資本主義 他們開始研究東方的思想 例如是印度、日本禪宗、佛教、占卜術等等 而他們也發覺這些這麼深層次的心靈追求 是需要借助精神藥物 去達到冥想或是個人的修為 而那時候那些人就發現了一個進入神秘世界的鎖匙 他們認為吸食大麻、LSD、迷幻蘑菇這些藥物 可以被人去冥想、可以認識自己、追求心靈解放的工具 而同時這些藥物也都令他們在創作上不拘留於任何的認識 甚至他們在音樂上釋放自我、表達自由 所以當時的音樂發展也是一個新的浪潮 花童 花童 剛才提到Hippies另外有一個堂叫Flower Children 其中最具代表的一件事就是1967年反越戰示威時 有一群Hippies對著五角大廈外面的守衛武裝景 把帶在頭上的花拿下來 插在那群警察的窗口 而且還會到處獻花給人 象徵愛與和平 而在這個舉動 傳媒就用了Flower這個字來代表跟Hippies有關的事物 其實現在看看 有些行為都不是無的放置 不是為了與眾不同 為做而做 而要了解Hippies的理念 要了解那個時代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真正在想什麼呢? 社會環境又如何影響他們呢? 大家幻想一下 一個生活在異戰之後 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 不用再打仗 經濟又在復甦 不用太擔心生活有沒有問題 其實好地地的 但突然間 哇 自己國家的總統被人暗殺了 然後無端端 哇 人類登陸月球 鵝佬又說要消滅美國 出生到現在 一向都是風衣觸食 最大的苦惱都是悶 但是 突然間我的國家充激著這麼多命題 好了好了 我不理這些東西了 我當正正經經做個office boy個人仔 那行了吧 都不行 因為當時他們發現這個資本社會 其實就是不斷培訓的一些公民 要成為社會發展的其中一個齒輪 然後他們的人生就公車公樓 這樣一世了 那究竟人生是不是只有這樣呢 在這麼苦惱的時候 你等一下 還要打越戰 還要推我們不年輕人去死 於是就是這個導火線 就引發了這個長達十年的hippies運動 他們沒有宣言 和沒有任何的領導人物 他們就是用公社式和流浪的方法 去表達他們的理念 他們特別欣賞無謂而治 認為只有無謂而治的簡樸社會 簡樸生活 才可以保證公民的個人尊嚴和自由 所以他們由生活做起就掀起了這個生活的革命 來反抗主流 精英 技術 物質的社會 形成了一個理想的烏托邦 歐草 又到420的日子了 我們上年就做了一條關於大麻的影片 而今年我們都想一下 究竟有沒有其他東西是關於420市的呢 我們就想到hippies都能做到這件事的 跟著關於今條的冷知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前度預告呢 是不是有些很迷幻潮的感覺呢 不知道做什麼呢 我們都想想趁這個機會說一下創作 冷知識裡面就說到那群hippies的風氣 就是透過一些藥物去提升自己創作能力的 其實我們的冷知識系列呢 都有不少的觀眾 問過我們有沒有吃東西啊 都問過幾時的了 我們可以很肯定喔 告訴大家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配音片看起來好像很天馬行空 不知道你們感受是不是這樣 我們為什麼會想到這些東西呢 其實真的做這條配音片 我們是坐了一晚去量度 怎樣令整個故事 變得現在這樣這麼跳通呢 反而我覺得想說的就是創作 這件事呢 是用時間去刁鎖的 當然不是說那件事沒有幫助啦 是看你覺得那件事可不可以支持到你 我們都不排除有些人是 透過那件事幫助到他們在創作上 有很多很特別的靈感 然後他們創作到很厲害 看個人體質吧 你的人設是怎樣 你本身我加點加在努力那裡的 我不是加在靈感那裡的 那我創作的時候 我就是要用心血時間去堆砌我的創作 我硬捱靈感呢 我都沒有加點 所以都可能都沒什麼用 你覺得很好啊 對 戴個頭盔就是 其實這件事各自有各自喜好 我喜歡喝咖啡去保持我的集中力 你喜歡吃那些東西 去提升你的創意 是沒有衝突的 沒有攻低之分 沒有衝突的 那關於今集的Hippies 你有什麼感覺 做完一集 我覺得 對於那個年代的年輕人 就是很自發性去做這件事 應該說每一個年代 那個時代背景都會衍生出一堆 對於某樣同樣觀念的年輕人 對 做完一集 我看回Hippies的理念 又的確是一個很理想的烏托幫 不過 始終人的社會都是有人性的 但是後期這麼多人參加 其實想都想到 究竟是為了愛與和平 還是為了做愛與躺平 有女兒 有音樂 有得chill 我當然去 我沒什麼做 所以去到後期 我覺得整件事 就已經忽略了本身的本質 上一個年代的美國人 就是追求愛與和平的烏托幫 我們這個年代的年輕人 追求的烏托幫就是 今集完 支持我們的創作的話 記得留言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